油焖辣椒不用油炸 像我这样做呀 老好吃了 楼上小哥哥吃完之后 他都不走了 首先呢 咱们准备几个焦热焦热的辣椒 辣椒的根部呢 我们给它先推后拽 然后呢 给它去除掉 之后啊 给它切成长段 然后用刀给它压扁 之后我们再来切点葱姜蒜和肉沫 家人们 果儿每天更新一道美食 不为别的 只为您一个免费的双鸡 如果您的手机还有电 就给果儿点一个呗 感谢您的支持 配料切好之后啊 咱们把这个辣椒呢 下锅给它去煎一下 咱们呢 给它中火去煎就可以 大概煎两分钟左右 成这种虎皮状的时候呢 就可以捞出来了 咱们这个锅炒肉想要不粘 就先把锅烧热了 然后呢 放入凉油 之后油热了呢 再放入肉末 看见没 这样来炒肉啊 那就一点也不粘了 给它炒至变色呢 放入葱姜蒜 我们给它炒出香味 然后呢 放入生抽蚝油 再来一丢丢的老抽 给它上个颜色 之后啊 再放入两勺的清水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放入 煎好的辣椒了 再放入少许的盐 鸡精 还有白糖 来给它调个味 给它微制两分钟入味 最后呢 放入少许的水淀粉 来勾个芡 就这么一道油焖辣椒啊 把楼上小哥哥吃的 在我家说啥他都不走了 你学会了吗 关注我 明天见